只是解說表演 絕對不是真的 好,這個套角陷阱 是抓 目前 目前可以判刑責最重的 山羊 長東山羊跟山羌 這個陷阱 以前來說 對綠人是真的很好 以前都用這個抓 然後 這個陷阱都是抓什麼 山羊三槍 而且他是 套脖子 然後 從民國七十幾年後 國民政府實施一個叫 動物保育法 那時候 對我們 獵人是真的一個打擊 特別大 因為他首先 他第一個 列入保育的就是 長東山羊 跟山羌 然後我們還以為山豬 會被列入保育 結果沒有 好 這個陷阱 目前只有傳承給小朋友 絕對不能使用 包含我自己獵人一樣 所有獵人 只能 跟他們的小 下一代說 祖先留下來的陷阱 絕對不能去用 所以一旦去用 那就是 會被 組裡面的人 破棄 因為你沒有 辦法跟我們獵人規定一樣 好 這個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禁止使用 知道嗎 所以說 等一下拍照的 跟那個 有那個 錄影的 絕對不是真的 這只是解說而已 不是真的 好 這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他怎麼去套 脖子 你們知道 長中山羊 脖子很粗嘛 對不對 可是 他為什麼 套得到 山羊的頭 套不到 山豬 你知道嗎 山豬來 他自己先跳 只要山豬經過 他自己先跳 跳掉 山豬的 其實山豬的頭 可以進去 就是牠牙齒 牠的牙齒會 鼻子兩邊的牙齒會先勾到 勾到 勾到 這個就斷掉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牠怎麼去抓動物 動物只要把 這個